我们刚刚是不是上传了一部影片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已经有一部影片 就是自己的频道 例如说孙在阳之YouTube经营 然后接下来在这里面是不是已经有一部影片了 然后这一部影片里面我们可以去发现可能是需要编辑的 那我们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影片的编辑 在很多地方都可以找到这个影片编辑 举例来说在自己的影片 自己已经登录的情况之下看自己的影片 例如说现在我看自己的这一部影片 这边会出现编辑影片 当然如果您去看别人的影片 例如说我现在来看 假设说我现在去随便点另外一部影片 快速下载YouTube影片 假设我现在点一下它 这是别人的影片 别人的影片我在这个地方 我就不可能看到编辑影片了 只能修改自己的影片 这是第一种方法 就是修改的方式就直接点编辑影片 再过来也可以怎么样找到自己的影片呢 透过点选自己的大头像 然后接下来呢 在这个地方创作者工作室 创作者工作室这边有一个叫做影片管理员 也就是说这里面 它把你所有的影片都放在这边 它可以让您管理影片 也可以管理播放清单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点选这个影片 点这个影片这边是不是有编辑 所以直接就点这个编辑了 所以针对影片呢 我们可以有两个地方直接进去编辑 编辑影片 我现在我就先教各位 直接把配乐加进去 配乐千万不要下载什么 比如说歌星的音乐 还有别人比如说钢琴演奏都不要 因为这会牵涉到智慧才安全 可是如果说您使用YouTube 它本身就有所付的音乐给你 是不是绝对不会有智慧才安全的问题 所以这点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首先 就直接教你音乐配乐加进去 这个影片现在你去听 它是没有声音的 它是没有声音 不是没有开喇叭 是因为它没有配乐 没有任何声音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做一些跟音讯相关的事 好 点选音讯 您看这边是不是有很多很多的音乐 您还可以去选择 看您要选哪一种性质的 也许我们可能会比较希望不要太rock 不要太那个吵闹一点 而是比较抒情啊 或者是说那个在配乐上面 稍微不会这么吵而是比较安静一点的 所以你这边你都可以去做选择 例如说假设我现在选一个电影配乐 然后接下来呢 我就点它 这有一分三十秒嘛 OK 太hero了 所以换一个 你有没有感觉 这样子的感觉是不是好多了 本来是没有声音嘛 现在至少有点声音进去 然后接下来重点是 我这个影片已经上传上去了 对不对 现在是不是要加配乐 所以这边有看到吗 有两种 一种就是什么 还原至原始影片的意思就是什么 没有配乐 另外一种就是另存为新的影片 或者是你竟然就直接储存起来 那如果当我今天点选储存 然后它说在编辑内容处理期间使用者看到的影片 仍会是目前的版本 就是之前没有配乐的版本 就这样子而已 好我们就直接点储存 然后大概等一下下时间 大概等几分钟之后 你再去听这个音乐 这个双箭头啊 就会被拿掉 这个双箭头 然后接下来呢 有看到吗 后面这边会多了这一个 这个 这个是什么意思 使用合法音乐 使用YouTube的合法音乐 这很重要 这个图示 等一下我们还要再教你 把影片加CC 就是Creative 就是制作有版权的影片 不过至少现在可以看到它是高清的影片 还有有配乐 还在编辑中 所以我就没办法给你们去看 再稍微晚一点 我们再去看那个结果 就是会听到有音乐 就是这样 就这样子了 那我还是要强调讲一下 那音乐有很多种 很多很多种 都是可以使用的 可是你总要听听看 哪些是你喜欢的 好 你可以选择 像跟我刚刚一样 就是第二种 就是电影配乐的第二部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一下